位于八百里秦川腹地的陕西魏北山地 在这巍峨翘拔的群峰中 出立着数十座中国汉唐帝王的皇陵 其中最为飞升中外的 要属武则天和他丈夫合葬的陵园 乾陵 乾陵占地有两万平方公里 规模宏大气势雄伟 北面有玄武门 南面有朱雀门 东面有青龙门 西面有白虎门 四门的石狮挺胸盲手 雄居于门前 特别以人注目的就是 朱雀门外的神道东西两侧 分布着两组石人群像 整齐恭敬地排列于灵前 西侧三十二尊 东侧二十九尊 共六十一尊 这些石人残像高在米至米之间 大小和真人差不多 人们习惯上把这些石像称为 翻像 兵王像 这些与真人大小相仿的石人 穿着打扮各不相同 有袍服束腰的 也有翻领子绣的 但他们都双双并立 两手前拱 姿态极为千功 仿佛在这里列队恭迎皇帝的到来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 陵墓规模宏大 气势雄伟 而且还有一百二十多件巨大的石刻群雕 石刻群雕中有神秘的无自卑 也有巨大的石人石狮 但其中最为神秘的 还是那六十一尊没有脑袋的石像 乾陵为何会用没有脑袋的石像来守灵呢 实在是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一种说法就是 这些石像的头部是被明朝的百姓砍掉的 在明末初期有个外国使节到乾陵去游玩 发现自己的祖先竟然被立在这里给唐朝的皇帝守灵 觉得既有损国格也有辱于人格 自尊心受到了强大的损害 便想把这些石像给毁了 但是他又怕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 于是便想到了一个妙计 他每天晚上都要到乾陵附近的庄稼里践踏粮食 然后在第二天又煽风点火似的 和百姓说这都是那些石像做的 他们在晚上便成精了 开始糟蹋庄稼 要想保护好庄稼和粮食 就必须把这些石像消灭掉 砍掉他们的脑袋 让他们不能再出来护害庄稼 当地的群众认为这个外国使者 说的非常有道理 于是一气之下 便把这些石像的脑袋给砍碎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 是八国联军侵华时 看见唐乾陵面前 立着外国使臣的群像 同样感到有辱于他们的脸面 于是就把石像的脑袋给砍掉了 但是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因为据历史学家考证 当时的八国联军 并没有来到乾陵这个地方 哪来到砍石像一说呢 考古学家通过大量资料证明 在明家庆年间 也就是1555年的1月23号这一天 在陕西华县一带发生了强烈的地震 阵级高达8至11级 由于地震发生在紫叶 所以致使80多万人死于这场地震中 而乾陵距华县只有100多公里 同样属于阵中地带 乾陵也因此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便是震惊中外的关中大地震 据专家们推断 这场地震才是造成这61座石像 头部断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巧的是 许多灵前的石像石码 都是在头部上受损了 由于当时采用的石料中 有一些假石霞 所以石像受损的时候 头部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 研究人员推断 这61尊石像很有可能 是一部分毁于那场大地震中 还有一部分 是毁于明末清初的那些战争中 武则天的一生都围绕着许多谜团 从生前当上女皇帝 到死后的无自卑 每一件都引起后人的关注 关于乾陵无头石像 专家们只是给出了一些猜想 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 至今还没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答案 也许还需要深度研究 才可得到真相吧